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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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下 就是说他的这个支持的这个 支持他的环境和人很重要 比如说他的亲人他的朋友 需要有人能够他很信任 能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治疗 那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其实我们最怕的是这个人呢 他比较孤独也比较孤僻 他自己生活 那这个也没有人能够帮他去谈心 他也没有任何信任的人 能愿意讲出一些事情来 那这个是最糟糕的 很多时候在这所谓的这个 一些心理治疗 配合一些比如说度度假呀 做做健身啊 这个就很多就能够度过去了 真正度过不去的话呢 去看你的医生 短期内吃点药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现在药物的这个都比较温和 那有的人这个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顶多吃点药也就过去了 那这个东西呢 有的时候在同样的契机 环境下会有复发的可能性就是了 对 hein 好 好的 昨天 com